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讯火箭中出售交易 送走安德森周期孔迎来生涯绝佳机会 市场约1分12秒 通讯体 预讯北京时间9月4月消息 在完成与太阳队的交易之后 火箭的休赛期运作看此已告一段落 华盛顿邮报 今天发表文章 对火箭队的休赛期运作进行点评 认为达瑞尔莫雷的省钱计划 可能会让球队付出高昂的代价 以下为文章简易 火箭在上赛季的西部决赛中 功亏一亏 而在经历了整个夏天的省钱操作 包括上周与太阳之间的那笔交易 之后 他们的冲冠形势并没有因此好转 火箭今年夏天的几乎每一个决定 都与省钱有关 他们放弃了65省赛季的两个工程 阿里加和巴莫特 其中前者一年1500万美元加盲了太阳 而后这一年430瓦重返快船 在内之后 火箭又将安德森和梅尔顿的 签约群送至太阳 节省出300万的新洁支出 与此同时 火箭对引进的球员 包括安东尼 恩尼茨以及麦恰威 却全部都是老将底薪 火箭老板贝尔蒂塔 曾在今年夏季联赛期间 接受ESPN采访 表示火箭愿意为竞争总冠军 而支付收尺碎 但莫雷目前所做的一切 却似乎在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前进 有句话说得好 事实正于雄变 火箭不愿匹配太阳 为阿里加开出的价格可以理解 相比之下 巴莫特合同的价格却没有那么难以承受 不过巴莫特上赛地 因为尖上影响 季后赛贡献寥寥 或许是火箭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管怎样 整个夏天 火箭始终没有动用他们的中产 还是足够说明问题 安东宁是火箭最重要的一笔一元 但这比千鱼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上赛季填瓜生涯首次担任配角 表现挣扎 而他在防守端的薄弱 会让火箭在面对勇士时 出现一个危险的漏洞 鉴于赏赛季两队在系列赛中针锋相对的表现 不难想象 勇士一定会利用安东尼在场上的每一分钟 朝着他这一点发起攻击 其他两名球员中 恩尼斯算是适合得安东尼的战术体系 有运动能力 也能在外线投射 但即便恩尼斯能打出较好的表现 他也不是火箭缺陷缺的答案 火箭真正缺乏的是另外一个可靠的进攻发起点 而过去四年辗转四肢球队麦恰威 很难让人对他产生信任 在上周与太阳的交易中 火箭最大的损失并非安德森 而是年轻后位梅尔顿 这位火箭今年选中的尔伦秀 在下季联赛无场比赛离场均得到16点4分7点2个篮板四次助攻 以及三次场段 尽管我们不能太把下季联赛当回事 但起码说明梅尔顿有潜力 成为火箭后场的一个有力补强 火箭并没有选择与梅尔顿续签长约 而是将他作为交易筹码 甩掉了安德森的大合同 如果他们随后裁掉奈特并选择延期支付他的剩余合同 明年拒绝执行克里斯的球队选项 那么总共可以通过这笔交易 为下载即节省1600万美元的薪金支出 德安东尼一向有点石成金的魔法 在他的帮助下 奈特和克里斯有机会成功吗 奈特生涯初期曾是一名不错的得分手 但连续的众伤让他久述战争 他有机会取代麦卡贝成为保罗的主要替补 但概率并不太高 至于克里斯 他的运动能力可以让他胜任换防小个球员的工作 但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他目前都非常欠缺稳定性 火箭曾经有过花小钱办大事的成功先例 比如当年放弃帕森斯 也进了里扎 包括后来底星期下把莫特格林 但不要忘了 现在的火箭正处在冲击总冠军的关键时刻 一大为了节省小千而丧失千载南风的都冠良机 必将追悔莫及 山羞